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旧菜又称为起洋菜、赚洋菜、懒人菜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蔬菜之一 因其独特的香味和备受人们的喜爱 许多人将其视为美味佳肴 韭菜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除此之外,韭菜还含有挥发性、硫化丙烯 这也是其辣味的主要来源 这种物质不仅有增进食欲的作用 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然而韭菜虽好,却不能随意的食用 还有一些食物是不能够和韭菜同食的 一些人群不宜食用韭菜 避免错误误食 营火上升 一、韭菜的营养价值 中药大词典中详细记录了韭菜的药用价值 指出其腥味、腥温 能够入肝、胃、圣经 具有温中、善血、行气、解毒等重要功效 韭菜被称赞为胸臂、反胃、腻疾、吐血、流血、燕隔、尿血、消渴、脱肝、滴打笋三、虫歇、折三等多种疾病的良药 而《本草经书》更进一步地指出 韭菜之所以能够入肝而煮血分 是因为其微酸的特性 使得它具有心温能善结的作用 对于一些血淋制者 能够起到行之有效的作用 可谓是血中行气药的嚼嚼者 除此之外 韭菜还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如维生素、矿物质、上食纤维、抗氧化物质等等 第二 经常进食 韭菜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一 增加食欲 韭菜口感清爽、可口 适当的使用韭菜 能够刺激唾液和胃液的分泌 可以增进食欲 有助于缓解食欲不振等情况 第二 提供能量 韭菜中含有碳水化合物 为人体能产生营养 适当的食用 可以成为人体能量的来源 从而为机体提供能量 第三 预防便秘 韭菜含有丰富的上食纤维 经常食用 可以刺激肠道蠕动 加快速变和肠道中有害物质的排出 在预防便秘方面 有着很好的作用 因而韭菜也被称为洗肠菜 第四 补阳气 中医认为韭菜性温 具有抑阳、生阳的作用 冬天、春天的季节 经常食用韭菜 可以温阳、上寒 增强体力和促进血液循环 从而能够避免阳气不足的情况 第五 杀菌、消炎 韭菜中含有挥发性物质 以及硫化物等特殊成分 这些成分有一定的杀菌、消炎的作用 对于绿龙杆菌、利吉、大肠杆菌、三寒 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病菌 都有很好的医治效果 有助于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三、韭菜含农药多 这是真的吗? 韭菜可能含有一定量的农药残留 尤其是当食用了高毒、高残留的有机农药进行 灌根时,农药残留量可能会增加 为了减少农药残留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第一,把韭菜根部把它切掉一部分 大约1.5公分 第二,用流水冲洗 再用小苏打、食用键 对水浸泡5至15分钟 第三,进行高温处理 使农药随着温度升高 加快地分解掉 是,为什么不能够随便吃韭菜 医生提醒 这四类人不宜吃韭菜 建议大家都来了解一下 第一,阴虚泪热的人 阴虚泪热是一种中医概念 指的是,体内阴气不足 无法制约阳气 从而产生内热的症状 这种体质人通常会出现口干烟灶 五星防热 倒汗 失眠多梦 舌头发红 舌台少 对这类人群来说 韭菜的新温性会加重体内 泪热症状 导致口干烟灶 倒汗 失眠多梦的症状会进一步的加重 第二类 肠道功能 比较弱的人 未肠道功能较弱的人 应该避免使用韭菜 由于韭菜属于高纤维蔬菜 含有大量的上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道蠕动 加速排便 对于胃肠道功能 正常的人来说 适当地吃 有益健康 然而对于胃肠道 比较弱的人来说 食用韭菜会加重肠道负担 引发腹脏腹泻等不适的症状 第三 患有眼部疾病的人 韭菜有刺激性 可能会加重患者的眼部疾病 患有结膜炎 角膜炎等眼部疾病的人 眼部联膜会变得更为敏感 容易受到刺激 而韭菜中的辣椒素等物质 可能对眼睛联膜产生刺激 从而加重患者的眼部疾病 五 韭菜虽然营养 好处多 吃韭菜也是有禁忌的 韭菜千万不要和它一起吃 第一 韭菜不要和菠菜同时 因为韭菜和菠菜 纤维素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都属于流食性食物 如果同时的话 会有比较强烈的划肠作用 容易诱发腹泻的情况 此外 菠菜和韭菜当中含有大量的草酸 而肠区摄入草酸过多 会引发肾结石 所以需整肾的食用 第二 白酒 不少人都将韭菜作为下韭菜 和白酒一起食用 但这样对于肠胃刺激是很大的 因为白酒新热 饮用后会扩张血管 而且会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如果这个时候再食用韭菜 温补钻洋物和新热物结合 就很容易导致上火 另外对于出血性疾病患者而言 饮用白酒再吃韭菜 无疑是火上加油 会让出血的情况更加严重 第三 牛肉 韭菜和牛肉是不宜大量一起食用的 牛肉具有补气血 健脾胃的作用 如果搭配性温的韭菜一起食用 就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这样轻则拉肚子 重则可能会损伤个人的身体 会有神秘危险 第四 蜂蜜 韭菜和蜂蜜同时可能会阻碍正常的血液循环 进而导致耳鸣等中毒现象发生 再者 韭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和蜂蜜同时后容易被矿物质破坏 所以建议每次食用完韭菜后 需要间隔半小时以上再食用蜂蜜 平时也不要经常吃韭菜和蜂蜜 否则过度会促进胃肠蠕动 这样容易导致腹血 第五 牛奶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钙元素 以韭菜同时厚 韭菜中的炒酸会影响到钙的吸收 常吃一碗的话 缺乏钙元素可能会影响骨骼和牙齿的发育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